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阵列的长度 那我们就可以用一个这个阵列的属性 这个有LAC的属性 透过这个LAC属性 我们就可以取得阵列它的长度 它的长度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呢 这个它的长度的一个使用方式翻例的部分 我们可以回传回来 那这样子就可以得到这个阵列的总长 就可以传给这个int的这个变数 这个是长度的取得方式 那刚刚有 刚刚的翻例里面有提到这个部分 那使用的方式呢 就是我们刚刚这个for回圈里面 所提到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个阵列里面 做几次的回圈动作 回圈动作 接下来的话呢 阵列与参考 什么叫做这个参考 那这里的话呢 对于阵列以及物件 它变数不储存它的值 而是存在 而是什么储存它 指向正列固件的记忆体空间 的一个位置的参考资讯 就是所谓的参考 就是它没有直接储存 这个变数里面值 那我们就叫做参考的方式 比如说记忆体空间里面 记忆体空间里面呢 有一个stack 那我们stack的部分呢 像是int或double 或者是chall 它实际上都是存在 记忆体空间里面 但是另外有一个区块 叫hip hip的部分呢 它实际上是没有储存 这个实体的东西 实体的这个 也就是我们实体是存在这里 可是呢 我们存在stack里面 stack里面呢 实际上是储存什么呢 只是储存它的什么呢 储存记忆体空间 位置资讯的一些变数 那这部分呢 就是所谓的参考 那像string string类别 string的class 它就是这样的储存方式 实际上呢 string呢 也可以叙述成说 它就是一个chall的阵列 我们用chall来 这个string 它实际上是一串的一个chall 那只是说呢 我们实际上储存的时候 并不是说 直接存在记忆体的这个空间 而是把它存在一个hip的空间里面 到时候如果说 我要引用这些资料的时候呢 我再到这个空间里面 去把资料调出来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参考 所以呢 在资料行别里面呢 有所谓 有两种 一种是基本的资料行别 就像是int double float chall 这些就是所谓的基本资料行别 那还有所谓的参考资料行别 像string就是一个参考的资料行别 它实际上是没有把 它的这个变数储存在 这个stack里面 而是储存一个位置 一个指向的位置 那这部分的话就是所谓的参考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要讲到有关于这个阵列变数 跟参考的部分 就像说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实际上呢 这个阵列呢 它实际上不是放在这个记忆空间 而只是指向一个位置给它 那这部分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阵列的这个变数 这个是一个示意图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部分 宣告 比如说我今天宣告一个int every这个变数 然后我并且先给它一个新的空间 这个新的空间是实际上在记忆体里面的一个空间 那并且把值通通丢进去 那记录的话呢 实际上呢 我并不是真的把值放在这stack里面 而是放在这个记忆体的一个参考 只是放参考的资料 那实际上指向的话 是指向另外一个参考的这个空间 那这边的话呢 比较特殊一点 接下来的话呢 如果我们再处理这个array的部分呢 刚刚这个 我有提到101 这个刚刚有一题数科的101那一题 我们也用到一个 这个Java的Utile的一个 这个套件里面呢 它有一个array的类别 那这个类别呢 实际上呢 我们必须要先做import的动作 import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个array呢 去存放我们要存放的资料 那这部分的话呢 我想我们后面呢 会再做一个讲解 那这个地方import的部分呢 刚刚有提到 刚刚有提到 那接下来我们 刚才用实际的例子 各位来看一下好了 接下来我如果说要 针对刚刚所讲的部分呢 做一个实作 各位可以先看一下 这个在6至8页的这个 范例6之2 正列元素的填满与输出的部分 那这个范例里面呢 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 怎么样做这个正列的资料的 这个填满跟输出 那这里的话 我想你们先试着把这个部分呢 先建立一个class 来试试看 等一下再来看这个部分 好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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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